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 引导凡夫修行发菩提心至于菩萨的六度万行之中 第五 为诸大菩萨受祭成佛 而天降月产生的缘由正是由释迦摩尼佛前往三十三天说法度化母亲而来的 《增益阿含经》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 一天 地试天来到佛陀面前向佛陀请请说道 您在世间有五件事要做 而其中一件便是需要多化您的母亲 但是现在您的母亲在三十三天 因此希望您能够到三十三天为您的母亲说法 佛陀听后默然答应了 佛陀本想带身边的弟子一起前去三十三天说法 但是却发现身边弟子非常懈怠懒惰 也不以身心去求证佛法的真谛 对善法也没有希求心 为了使他们可养于法 于是便独自一人从奇环经社前往三十三天说法 佛陀的弟子们在发现佛陀不见了以后很是着急 于是他们就去找阿难尊者说 我们现在非常想拜见佛陀 但是不知道佛陀现在身在何处 阿难尊者听后道 我也不知道佛陀去了哪 于是四众弟子和阿难又一起去找阿那律尊者 希望尊者能帮他们找到佛陀 但是佛陀是以神族通引没了自己在三十三天说法的踪迹 所以即使阿那律尊者变观三千大千世界 却也没有发现佛陀的去向 这下四众弟子更加着急了 但又没什么办法能找到佛陀 只能干等着 而佛陀在三十三天说法三个月后 想到南岩福的四众弟子已经好久没见到自己了 是时候舍弃神族通 使诸生文弟子能够知道自己已在三十三天了 于是便撤去了神族通 就在佛陀撤去神族通的同时 阿难尊者终于找到了佛陀 发现他正在三十三天讲法 大家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便推举穆监联尊者前往三十三天 请佛陀返回道人间 穆监联尊者到了三十三天后 向佛陀祈请道 佛陀 您降生在人间 事业成道也在人间 还望您能够屈尊还治人间 度化众生 佛陀听后便问穆监联尊者 大家现在还懈怠吗 穆监联尊者连忙回答道 现在四众弟子经济行持道业 无有懈怠 佛陀听后便回答道 你先回去吧 七天后我自会回南瞻布州去 而佛陀答应祈请的这一天 是葬礼九月十五日 而七天后 佛陀返回人间的日子 就是天降日 即葬礼九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的十一月十九日 在这个佛陀返回人间的殊胜日子里 我们所造的善业的功德 将会成十亿倍的增长 那么在这个殊胜的日子里 一直在忙碌工作的我们 又该如何从日常的生活中 积累功德呢 下面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开出租车的 该如何做功德 应如是发愿 我的车就是道场 让所有乘过我车的人 都种下成佛的因缘 消除烦恼 离苦得乐 成就佛道 并在车子里轻声播放 佛教方面的音乐和咒语 以利益众生 饶意众生 如果每天的工作中 都这样观想 这样发愿 那么这一天工作做下来 所做的功德便不可胜数 如果你在饭店做服务员 又该如何做功德呢 在清扫 洗碗 洗菜的时候 这样观想 在清洗中 把所有众生的烦恼 恶业 疾病都清洗干净 心得清静自在 进阶里苦得乐 种下成佛的因缘 并可以选择一个佛号 或一个咒语 来修职念诵 这样不但可以自己消业障 还可以通过你的念诵 感动佛菩萨 来加持你手触碰的一切 以此来利益众生 饶意众生 如果在做洗头之类的工作时 该如何做功德呢 可以这样想 让每一位我所服务的顾客 都种下一颗成佛的种子 心得清静自在 消除成垢 离苦得乐 如果你是一位演员 歌手 也可如此发愿 让所有见我 听我唱歌的众生 都种下成佛的因缘 远离烦恼 成就佛果 而如果你是一位老师 该如何做功德呢 可以这样想 让每一个我教的孩子 都广众善根 恶业消灭 因果成熟 见佛文法 离苦得乐 成就佛道 又或者你作为一位家庭主妇 在干家务或炒菜 烧饭时 放入这样的心念 让所有的家庭 和乐安康 愿我所做的一切 给尽虚空变法界的 一切家庭 带来祥和快乐 愿所有的家庭 接吻佛法 蒙佛教化 共成佛道 以这样的心 去做每一件事 心中纪念 尽虚空变法界的福祉 那么这份功德 也就做得尽虚空变法界 而你的家庭 就是道场 你的家务事 就是最大的佛事 也有的人会说 我这一天很忙 忙得除了喝水 吃饭之外 没别的时间了 还怎么做功德呢 这样也能做功德 再没时间 总要吃喝拉吧 再喝时 该如何做功德 无论喝什么 用真心来做这样的观想 这个液体 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加持过的 我带一切众生来寿食 深深的用心观想 六道中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道的众生 都得饮此液体 我们全部饱满富足 清凉自在 离苦得乐 毕竟成就佛道 在吃时 该如何做功德 用心观想 这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加持过的 我带一切众生来寿食 我们都清净 饱满 众佛众子 离苦得乐 成就佛道 在洗澡时 该如何做功德 应用心观想 这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加持过的 甘露水 这水 淋去 尽虚空 变法界 所有众生 万种尘老 心得清净 消除病痛 烦恼 离苦得乐 成就佛道 大小变时 又该如何做功德 尽虚空变法界 所有众生的 诸种恶习种子 恶业烦恼 全随之排除 所有众生 悉同受乐 永离诸苦 成就佛道 走路时 也可以这样观想 每向前迈进一步 就带着众生 走向幸福 光明和快乐 走向极乐世界 下雨时便观想 请诸佛菩萨加持 让这雨滴 临去尽虚空 变法界 所有众生的烦恼 心得清净 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刮风时也观想 诸佛菩萨 慈悲加持 让死风 吹在众生身上 令众生 尘劳消除 心得清净 因果成熟 自在成佛 可见 人间无处 不到场 事事处处 皆佛事 总之 要有心 要用心 念念把这个心 放在众生上 用来广修功德 放在众生的幸福上 放在对佛菩萨的 祈求上 只要用心 遍地皆是功德 可能还有人会问 我工作在饭店 烧烤城 或是屠宰场 我每天做的是杀生的工作 这样我该如何做功德呢 我本是在造业啊 这也能做功德吗 由于业缘 我们今生无奈以杀生为业 又为生计所迫 无法转行 这个杀生并非出自你的本意 当然 如果因缘具足 能转行是最好的 但如果我们造着杀业 又不做功德 为业力牵引 又何时能处理这不善的行业呢 这只是自欺欺人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法门都可以利益众生 饶益众生 其实只要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自愿选择杀生的行业 这个功德就是可以做的 要知道 将死的生灵在被杀前 有着极度的悲伤 怨恨和恐怖 而来吃这些生灵的人 又因此而欠下无数的命债 这些都需要真正的慈悲心 来救度和化解 因此 为生计所迫 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 也能做大功德 在每天工作时 在心中发这样的愿 提醒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诸上善神慈悲 弟子无奈 以杀生为业 但弟子恳请佛力加持 让所有被做成食材的动物 和来吃肉的众生 的神识 能听到我对他们说的话 让他们皆能远离生死 恐怖 贪婪 诸般苦恼 心得清凉 自在 种植佛本 成就佛道 然后再制成的用心 为众生一遍又一遍的念三归一 再为他们念佛号 来多化吃的和备吃的众生 这样不也是大功德吗 功德是做不尽的 各行各业都能做 只要有真心 悲心 菩提心 心系众生 心系法界 总之 我们只要一心去做功德 不必去问收获 不必去求收获 别人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罢 有求多功德 所得也是有限的 无求多功德 所得也是无量的 见虚空便法界 一切有情 无情 无不始于我一体 我们做功德 就像是我右手 拿东西递给左手 还用右手来说道谢的话吗 是世间的人迷了 不知道我们本来是一体的 才会要奖励 要知道 其实这样一分别 功德就有相 心量也有相 有相就小了 功德是心越清净 越无求越大 真心做事 不论大小 皆有真功德 若是能够每天念念 尽虚空便法界 时时纪念一切众生 这样行 住 坐 卧 衣 时 住 行 工作 时时如此 久久行之 就会发现 心量大了 我只小了 有一天 你会突然发现 念念执着的我消失了 一不小心把我给忘了 这时自然解脱自在 得无边清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小编分享的这些 在平时生活中做功德的方法 对大家有所帮助 让大家能在这殊胜的日子里 功德成千万倍的增长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